马来西亚慈祭新山之会第一次在南马推动乙工代证 带动将近120位镇陵山水灾灾民 清扫所居住的乡村和遭洪水洗礼的凌乱家园 第一次发起乙工代证 慈祭新山之会在清理灾区的前一天 预先为当地居民举办了一场说明会 同时要来了伊斯干达共组成关怀基金会主席 为这次的赈灾活动给予祝福 促成这次移工代证的马来西亚慈祭新山之会 是慈祭和村民之间沟通的桥梁 对于让灾民在得到经济补助的同时 又能够清扫家园的赈灾模式 给予非常大的肯定 以供待证当天一早 灾民们纷纷来到回教堂旁边的民众会堂集合 测量体温 双手消毒 戴上口罩 以供带证现场做足了防疫措施 以保障每一位参与者的健康安全 还没报名的民众也可以透过扫描二维码 现场进行线上报名 如果他们还没有网上报名 他们在进来之前 我们的资工会协助让他们扫码报名 戴上手套 领了工具 资工带着灾民们浩浩荡荡荡出发 清扫熟悉的街道 移工代证成了村民们敦惊牧林 促进感情的社区领域活动 我们要约了 我们可以尊重的私人 所以我们应该得更新的级 如果它会有点好 可能有变化的疫情 会更新的一些 在中心里的远方 我们也会跟我们的 是否也会有新的 屋里已经有些 有的少量楼 有些少量楼放了 但是已经是 已经是不标的 所以您有穿有木屋 不只灾民做得起劲,第一次参与以供待证的职工也有不少的体会 看到家园恢复原来的干净样貌,此际的以供待证给村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使用这些组织的组织的组织的组织 打扫完毕 职工们早已为乡亲人准备好慈祭的赈灾法宝香鸡饭 用过午餐领取代证金 职工和村民们不分彼此高唱一家人 为新山的第一天以工代证画上了温馨的据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